今天讨论我们请到陈志先生 GPS J.Key来《Kickstart》 我们在《Inite Worldpreneurship》的《Fireside Chat》 我认为陈志先生 你愿不愿意和明日11月 支持香港的丧业 你以高学生 为什么这么严肃 我们的方言是上天 我们会来这里 谢谢你 掌握一下 你看初线公司的网络 你会看它的科技有多成熟 团队有多厉害 你最短的看哪个人 如果你说真正的科技 我想你问我 不可能知道哪个科技 最终于考出 所以当我们的方案一定要知道 我认为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否正硬 但是主级科技 反而我并没有特别看得太重 反而我更加关注处网络 我想 因为老师说 我很明白 純粹一个概念 是很容易的 所以这个人都不容易 但你听到一个概念 你不逼合其他人 是没用的 当年我可能不同 我认为你们几个人有点不同 你真的有创立一个新业 而我不是一个创立一个创立一个创立的创立 不过就是 作为就算有一个研究的企业 我都愿意对时代的转变 我都愿意对着转变 当你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我认为这个世界 怎会是创立新的呢 我认为很危机 就不会有新的想法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创立 于是最终于我们就知道了 他说的事很难用 有危机 有威力的时候 我们想到是否要创立新的 其实创立新的 Enterpreneurio 不是一定是high-tech 就是很多包-tech 边-tech 什么-tech 其实很传统的行业 他每天都在创立新的 陈志思 研点创业精神